6月13日晚8点左右 天津河东区万新村远翠中里小区发生爆炸 消息冲上大陆微博热搜伤亡信息不明 天津网友发帖说 发生爆炸的是14区13号楼 也有个网友说 9区也炸了 刚刚一层两户都炸成平层了 爆炸看来还挺严重的 我家后面不远的楼 窗户都晃 窗帘都飞起来了 还有网友佐证说 爆发地是两个小区 万新村9区和14区 其实是两个小区都在我小区附近 听到两声响过了一会又响了一声 还以为又有人放炮 今晚这附近两个小区相继爆炸 不是一小区 是万新村两个小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 对于爆炸的原因 这发稿时 官方还没有通报 有网友猜测 这个居民区是老小区 燃气管道老化 检修不及时 来到大火猫牢吧 这算几楼 不知道他家啥楼的意思 烧火 哎呀你看太黑太人了吗 哎哎哎 看什么呢 又都没了 看这酒帝 本来的奥迪四个环前床都回家 现在还水管还爆了 六楼 这楼上水管都砸了 这水电动 没气多烈还做饭 哎哎 还炸呢 你听了吗 还矿子忘了想呢 小鞋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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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放化了是吗 这是纯状原划了是吗 嗯 我操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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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记性了 赶紧找 赶紧找 没记性了 够了 有没媳妇啊 都是没媳妇跟着找啊 在小鞋猫 tents 疼 import 碰你 截ρι 泪 朱君 大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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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